中共二十大闭幕 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行程 我们从党媒的报照中可以看出 习近平在酝酿本届人士安排上 将中共元老彻底的抛弃在外 没有征求他们的任何意见 中共喉舌新华社上周一发文 介绍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的过程 文章称 从今年4月开始 习近平分别与中共现任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国家副主席 军委委员谈话 充分听取意见 前后谈了三十人 而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 新华社也曾发文介绍 十九届中央领导机构产生的过程 文章称 从2017年4月下旬至6月 习近平分别与中共现任领导同志 军委委员 党内老同志谈话 充分听取意见 前后谈了五十七人 经对比可发现 中共党内老同志 在此次新华社的报道中已消失了 表明习近平在酝酿二十大高层人士的过程中 没有听取中共元老们的意见 中共在召开二十大前 中央办公厅今年五月份引发文件 警告党内元老注意言论 要严守有关纪律规矩 不得妄议党中央大正方针 不得传播政治性的负面言论 对此 时政评论员人士钟原曾表示 中央办公厅提出这样的要求 表明有不少离退休干部 正在妄议党中央 他说 这等话针对的应该不是一般的离退休干部 主要是针对中央办公厅管理的离退休干部 包括正国级 副国级高官 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影响二十大的人事布局 中共元老不在位后 往往通过自己建立的人际网络和心腹 在政治上保持影响力 据美国之音报道 旅美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清莲曾撰文介绍 中共的元老干政是在毛泽东之后形成的 文章表示 毛泽东死前指定华国锋继任 但中共党内多个大佬联手将华国锋赶下台 形成了邓小平 叶剑英 陈云等人的集体领导 但这些人毕竟年事已高 于是便启用胡耀邦 赵紫阳等一批中年官员 在一线处理繁甲的事物 胡耀邦和赵紫阳虽然成为中央总书记 但他们并无军权 邓小平 陈云 杨尚昆等中共八老 对他们的权限进行严格的制约 文章表示 正是在这样的高层架构下 退而不休的元老们得以继续干政 并以党内退休老人的身份 先后将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人罢免 又把六四后 偏向陈云系的总书记江泽民 逼回到邓小平路线 但江泽民借助曾庆红的毛话 趁邓小平晚年年老体衰 除掉了带邓小平掌控军队的杨尚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 邓时代的元老相继去世 江泽民终于摆脱了老人干政 等邓小平生前指定的第四代接班人 胡锦涛上位时 老人干政再次重演 换成了江泽民干政 胡锦涛执政的十年间 江泽民的人马遍布要金 胡锦涛是处处受其掣肘 江泽民虽然辞去党职正职 却保留军委主席一直长达两年之久 江泽民干政最典型的案例 就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 有数十万被压在废区下的灾民 等待救援 时任总理的温家宝代表胡锦涛 第一时间赶赴灾区 下令打通通往汶川的通路 江泽民的军中心腹郭伯雄来到四川 但他拒不服从温家宝的调度 借口要请示老领导而按兵不动 胡锦涛执政十年 直到2012年十八大前 胡锦涛才掌握部分军权 在中共十八大上 习近平接任了中央总书记 外界当时预测江泽民会继续干政 操纵习近平 然而习掌权后开始削减中共元老的势力 以避免遭到与胡锦涛一样的命运 2015年8月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题为 辩证看待人走茶凉的文章 警告退休老干部 不在其位不毛其正 有分析认为 这是习近平对江泽民派系老人干政发出的警告 习近平还以反腐名义清理江派势力 最引人关注的就是铲除了江泽民的新妇周永康 2015年11月 周永康因受贿滥用职权等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成为习掌权后第一个被定罪的前政治局常委 江派另一要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也在2012年3月落马 并在第二年9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在习近平执政下 中共元老生活在严密的监视下 必须通过中央办公厅才能公开露面 或与其他高级人物会面 而掌控办公厅的人 正是习近平的亲信丁薛祥 一度走入历史的供销社 有死灰复燃 而且在中共二十大上 供销社总负责人 竟然被破天荒地选为中央委员 地位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迹象显示 习近平意图与外界脱钩 中国正一步步重回计划经济 在二十大上 供销总社理事会主任梁慧玲 晋升为中央委员 这意味着习近平提升了 供销社的政治地位 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转门表示 当下超过五十岁以上的人 对供销社应该并不陌生 在中共实行计划经济时期 供销社是唯一的大商场 什么东西都可以在那里买到 但一律都要平调购买 供销社不仅卖东西 也买东西 农民的农副产品 通过供销社销往全国各地 甚至出口国外 可以说 当时供销社几乎包揽了 几亿农民的买与卖 换言之 中共通过供销社 掌握了基本的民生 改革开放后 供销总社的门事部 随着计划经济 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供销社并没有消失 只是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但近六七年来 却发展迅速 这是否是习近平 为了重走毛泽东路线 而提前做的安排呢 2015年 中共对一度被边缘化的供销社体系 开始了大规模重建 中央给供销社系统的拨款 逐年增加 2017年就已达到 28.7亿元人民币 不久前 湖北官媒宣称 该省已恢复重建基层供销社 达1300多个 基本覆盖全省乡镇 供销社社员人数超过45万 中共二十大后 又传出农村供销社将继续扩建的消息 周小辉表示 如果中美中欧经济脱钩 中共极有可能选择开历史倒车 也就是闭关锁国 在经济上重走老路 实行评票供应 也并非不可能 供销社一夜还魂 中国离大饥荒还有多远呢 时事评论人士雷歌表示 重建供销社 就是在为闭关锁国做准备 供销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它主要服务的对象是农村 最近五年 全国恢复一万多家基层供销社 目前三万多家供销社 覆盖全国95%以上的乡镇 雷歌表示 中共当局希望靠供销社 来支撑国家计划财政 供销社的建立 也有助于政府通过对农产品 实施统一收购和销售 来掌控农民 一位传媒高管 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供销社这个体系一直都存在 这些年一直没完全消失 虽然效益低下 但也是一个物流通道 它是国家供应体系 一个目的是应对日常的 这些物资供应 另一个目的是特殊情况下的 物资供应 因为习近平已经想到了 一种极端情况 就是他真的哪一天打台湾了 彻底和海外不再有联系的情况下 国内要运行 供销社可当作应急系统或备战系统 今日之一的创始人陈军指出 二十大结束后 股市资金逃离了4.2万亿 上海那些挂牌价 五六千万的大房子 二十大后甚至一半价出售 习近平不要经济了 他认为老百姓有个一亩三分地 能吃饭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